再过两天就是中秋佳节了 花莲市长魏佳贤 29号的上午 特别前往卫福部 花莲东区老人之家 向涉及在花莲市的长者们请安 并且制正中秋月饼 也贴心地提醒老人家 最近气温下降 加上疫情的冲击 务必要注意保暖 请洗手 让自己可以平安健康 29号上午 花莲市长魏佳贤协同社劳客长肖子卫 带着200多份月饼来到东区老人之家 慰问涉及在花莲市的老大人们 并预祝他们中秋节快乐 而对于东区老人之家照顾老洛 提供全人全程全队的全面性照顾 市长魏佳贤也给予高度肯定 那在东区老人之家里面 我们非常谢谢我们这里的家主任 还有我们所有的同工 对于我们长辈的一个关怀跟照顾 那今天是针对我们花莲市的 所居住的住户 我们发了200多份的月饼 那我们希望每一个节庆 都能够及时的来关怀 那关心他 那我们特别特别也谢谢 我们代表会大力的来支持 我们公所很多很多的预算 让我们可以长期以来 针对我们境内的一些独老 或是一些需要照顾的长辈 都能够及时的来关心他们 东区老人之家主任宋继宁 也感谢市长威嘉贤及名利礼里长肖文龙 对东老长辈们的关怀 特别致政感谢壮 我们今天特别感谢我们市公所 由威嘉贤卫市长 还有肖文龙肖里长 带着代表会 还有其他各界的祝福 来到我们东区老人之家 为我们长辈在中秋节 能够愉快的过节 而主任宋继宁也表示 东区老人之家 去年设立日照中心 提供花莲市新城吉安乡 只要有失能或生活自我照顾 有限制的长辈 都可以透过1966专线来申请 在东区老人之家 友善长者的生活环境上 可以获得多元及连续性的照顾服务 欢迎市民可以多加运用 记者许丽晴 花莲市报导